男孩突然发现 自己家的地板缝隙 竟能清楚地看到楼下租客 望向熟睡的女人 男孩不由得无比好奇 随即产生了一种原始的冲动 小帅本来是个普通大学生 日常生活枯燥无聊 没事就对女神想入非非 可还没幻想两秒 一个黑板擦就打碎了她的美梦 晚上几名好友带她来酒吧潇洒 还介绍了一名性感火辣的美女 然而此时的小帅心思全在女神身上 对她根本不感冒 犹豫再三 她决定鼓足勇气告白 却不料女神早已名花有主 失魂落魄的她 只能在夜晚借助苍老师来缓解心中烦闷 突然窗外声音吸引了她的注意 是楼下搬来的邻居 只一眼小帅刚熄灭的火苗 就又开始跃跃欲试 蠢蠢欲动 第二天早晨 邻居小美问哪里有卖充电线的 小帅当即表示自己有很多款插头 说着就把她带回家 两人一边走一边说 谈笑间距离拉近了不少 这晚小帅偶然发现一个秘密 小美在屋里竟然换了假发 还戴上面具 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连忙回家 并透过地板的缝隙朝楼下望去 只见女人已经换上火辣的衣服 正在镜头前肆意地展示一切 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未经世事的小帅脑中 听着喘息声 小帅愈发不可自拔 很快直播结束 小美收拾好东西 小帅也连忙将缝隙用书本小心地挡住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帅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 就连女神也不香了 他开始两点一线 除了上学就是观察女租客 很快他发现 租客似乎知道他在偷看 然而他非但不抗拒 反而来了一段别出心裁的打招呼方式 此时的小帅正沉浸在喜悦之中 殊不知 越漂亮的女人越危险 女人忽然发现楼上的邻居 正在透过地板缝隙窥探自己 可他非但没生气 反而搬来梯子爬了上去 然后将手指湿了过去 从这天开始 小帅的窥视愈发肆无忌惮 并渐渐察觉到大山的作息规律 这天朋友再次拉爬来酒吧 相较于之前 小帅这回只觉得无聊乏味 于是不停地用手机翻阅小美微博 就连美女靠过来也无动于衷 这碗雨很大 但小帅还是选择顶雨回家 正准备上楼时 一不小心撞开了小美房间 明知道这不是为她而留 但小帅还是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 想起小美平时不睁眼的习惯 她决定假装大山鱼目混住 可就在一切结束准备离开 小美却突然起身叫住她 表示想让她待一会儿聊聊天 随后表示 她是能分得清谁是谁的 不要妄想蒙混过关 而小帅也很好奇 说出了她的疑问 为什么要做直播这种工作 小美却表示 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 两人还想聊 却突然传来开门声 是大山回来了 窘迫的小帅只好藏进床底 不知过了多久 大山终于睡着 她这才从床下爬出离开 回到家的小帅不由得无比开心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的性格仿佛也发生了变化 就连朋友都开始惊讶她的改变 这天小帅满心欢喜地回家 可刚进屋 就发现酒吧的美女找了过来 一夜过后 小帅正在打水 路过的邻居都开始调侃 称她为偶像 看她傻乎乎的样子 小美忍不住告知 原来是她家昨晚的装修声太大 这才导致所有人都听到了 小帅见状连忙表示 昨晚的妹妹只是普通朋友 但这说辞有谁会信呢 为了不让小美吃醋 她也只能找个借口离开 男孩想和女孩约会 于是她来到楼上 刚好看到女孩正在床上搭梯子 就这样 她轻而易举地完成了 女孩提出的要求 不过由于大山地突然回家 导致小美一不小心摔倒在地 大山还以为是有人闯入房子 图谋不轨 于是愤怒地来到门外鸣枪 问刚才是不是有人闯入 听到她不停地逼问众人 女孩连忙出门阻拦 解释自己是因为修灯 没站稳导致的 在确定没什么事后 此事这才彻底告一段落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帅的事业越来越好 她和同伴坚信 能在地下酒吧闯出一片天地 而爱情上 她也越来越大胆 和小美时不时就一起私下聊天 闲暇时更是避开眼线 一起探索人生的真谛 然而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邪 这天酒吧美女来找小帅 意外发现了打双人成刑的两人 她愤怒大骂渣男 随后对着小帅就是一顿输出 然而这事也没让小帅收手 反而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另一边 黑帮最近生意出了点问题 大山被认为是卧底 于是被抓去受尽刑罚 就在她认命时 想起了妻子还在等她 于是她暴起发难 愁准时机犯杀 她边打边退 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踉跄地走到面包车旁边 艰难上车后成功逃离 另一边 小帅询问小美大山在不在家 隔着没有后 立刻下楼去房间打双人成刑 面对小帅的不行自来 小美有些束手无策 可拗不过甜言蜜语 又想起最近双排的日子 确实不来 也就半推半就答应了 很快大山驱车到家 但打电完的声音太大 两人根本没察觉一样 就这样 当大山推开房门时 等待她的不是温馨的家 而是痛彻心扉的一幕 看着小美 她愤怒至极 大声质问为什么 可女人一般在这种关头 却只知道哭 什么都说不出来 小美也不例外 于是大山缓缓举枪 想结束这一切 但最后 她还是舍不得对小美下手 作为男人 她坚守住了道义 被诬陷也好 陷害也罢 她觉得自己一定能撑过去 没成想 却在自己家破了大访 天蝎座之夜 是一部限制级影片 讲述了人性欲望的交织 只能说剧情丰满 跌宕起伏 后续的发展 也如观众所预料的别无二致 虽然最后的场面充满血腥 但总体来说 却仍不是一部有张力的 嗯 爱情电影 应该算是爱情电影吧 大概